是 康家这个 一直窜着挑拨我们家的事 可是大娘子的现实作风 我们家谁不值得 总我整天装弄作业 说两句也就得了 但是 自从她塞窃之后 总你真是为我着急 为我生气 又默了又独圈 还发了大娘子 在人来人往的地方跪着 可是这大娘子这一辈子 最挣钱好胜 她要是孵一点软 再要我父亲那儿 早就没那姓林的什么事了 真的是 这大娘子太狠心了 这才叫贼人有机魁城 怎么说 人家也是有儿媳孙媚的人 最起码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其实归根结底 从我这性命垂危 还都是因为我 那就是太为我操心了 什么事都被我想着 受得一大把年纪了 本来是因为小儿孙之福 因为舒舒服服地让她过日子 不应该让她再操心 但是你说她这么大岁数 快说这么多岁 我这当孙女的真是心疼的 挺好 要满 要满他 要满他 别安心 你速度得太爱我了 心里难受 你 姑娘 二姑娘 好姑娘 哭了一天了 再哭就要坏眼睛了 我要哭十年才好 她要我去十年 葬了天了 葬了天了 不如索星现在就杀了我 姑娘 这个孽障 我怀胎十月生了她 她狼心狗肥 一心只铺在寿安堂 难道她是老太太生的不成 姑娘 你可不是康王氏那种人 可以甩手就走了 待老太太好起来 你还得在她跟前扶持的呀 以后 老太太再怎么说 怎么做 你都得千恩万谢地受着 所以 还不如狠狠受一顿罚 待几年后回来 事情过去久了 你也认错了 受罚了 总能抹平了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 能抹平吗 我小老太太 不是个新印的 何况 只要您受罚了 主君和百歌心里就有数了 更何况 也不能真的让百歌辞官呢 他爱辞就辞 居然拿这个来要挟老娘 话可不能这么说 百歌是个得圣上宠卷的 别说大娘子女儿 就是主君和王家 也都指望着歌呢 没瞧见 歌你说不做官了 连咱们王家老太太都慌了神了 再说了 你难道指望风格去做官 等他官做得大了 再给林小娘那个贱人 追风告命 你贱婢 埋了土里也没有这个金领 对呀 大娘子明白就好 咱们回悠扬乡下 就当去保养身子 只要百歌官运亨通 前程大好 那老家哪个敢瞒待你 要真是大白娘子他们 为何您那点旧约对您不好 你就问他 你有几个儿子姑娘 跟咱们哥会儿姐 这么有出息的 可 可去了那儿 人生地不熟的 就我自个儿 老天爷呀 我陪娘子去 那怎么行 你这么体面的管家婆子 去乡下 你怎么习惯得了 我这种粗人 有什么不习惯的 儿女都长家了 没我也能过 孩子他爹 替大娘子您管着庄子 我就陪您去念经 拜真人再说了 你这么好的大娘子 怎好少了我这个忠心的 狗腿子 我真是猪油红了心了 眼睛也瞎了 你仙头跟我说的话 句句是两眼 我居然没听进去 大宗王家我就陪着姑娘 到底嫁过来 你成了大娘子 几十年了 大娘子 不哭了啊 咱不哭了 咱上外套转转 散散心 你瞧 天气真的不错 早 侯爷 你严税的事办完了吗 你总算是想到这关了 难道 我也是私自回京 你哥哥收到了 你嫂嫂的信 才看那两行字 别来找我 我才知道你们家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 你 你跟我哥私自回京 这 这要传出去 能可是大罪呀 你管是大罪啊 你会应该尽吗 你לק的行为 你相信他 你如果是小王家 你会是拥的 你都给他 你而已 始终那童子 要不失去了 你也会有帮助 那我用来 你还不得了 快要爽 你不能在这呢 在这呢 但是不是 你确实 你哈哈哈 有的是办事 我们走之前 已经跟黄旺交代过了 就算陛下知道了 大不了说我两句 不放声 我知道家里出事了 我知道你出事了 我恨不得插着翅膀飞回来 我也顾不得这么多 这你添麻烦了 我在回来的路上啊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嫂嫂 知道给你哥哥写信 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却不给我写一封信 这事发生得太急 我太快 我就没想那么多 不是 是你压根就不信 你不信我会为了这事赶回来 也不信我会护着你 更不信我为了这么大的事 我会豁出一切去保护你 对 我是不信 我可以把自己的前程豁出去 我不能把你的前程 也豁出去啊 那你嫂嫂怎么就会把你哥哥的前程豁出去呢 因为她没把你哥哥当外人 她没有左顾右派 她没有仔细盘算 她也没有小心翼翼 明安 你是不是太界外了 你和我哥哥不一样 他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做什么事一直都是顺风顺水 你呢 你现在好不容易过了一些安定的日子 立了一份积业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你想着我 我也想着你不就行了吗 自然是很够 自然是很够 可是 我还有点贪心 你有没有特别烦我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恨我的时候 恨不得咬我一口的时候 咱俩能不能吵一架 你就像 你就像你那个嫡母一样 撒泼打滚 咱俩试一试行不行 我不太明白你 我真的不太明白你 那个卫行手是对你这样的 什么卫行手 不是 你怎么扯到卫行手头上去了 是不是你那王八大哥哥 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险些被你带歪了 那个 你 你跟我二哥哥 你们两个白天不要随意走动 等天黑了 赶紧出城 晚了 昨天夜里 把康家的板子打完 王老太太看见血了 又心疼 不肯化压孙内遇 康家表哥 和你哥哥动起手来 被压了出去 今天早上 则程特意去了王家 找老太太化压 不 他为人小心谨慎 应该不会走入风上 你那个哥哥也是 脾气直扭得很 要不 那我就去找康家说 那我就去找康家说 你万万不能去康家 要去也是我去 哪怕把刀架在康大人脖子上 我也给你把化压拿回来 你这身子骨骂 去到康家万一有什么冲撞 你可不是急死我 别急 我不去找康家说 我去找我父亲说 岳父 岳父 岳父这个滑不留守的人 还会去找康大人 他不回去了 你说说这卫行手 长什么样子呢 这我哪知道啊 得问郎君们才知道 下次买个局 一见便吃 大娘子 你说真的 不成 托二爷也是侯爷的人 左看右看 但凡是个郎君 都痛着侯爷的路走 那咱们找外馆似的 不成 我不能全信 说不得 把柄就给了别人 不然找老太太想想法子 你当我傻吗 是不是嫌我太久没被祖母罚了 我是觉着以老太太的心性 说不得不担不挡 还要笑得前耳后合 帮着去买橘子呢 我想起来了 余大娘子 曾经教过外航手针线的 是啊 我可以血腥问燕燃姐姐 她定然是要笑我的 大娘子你继续慢慢说 我在外头等着 你自己闹出来的事 你自己去收场 你自己闹出来的事 我不替你去扛家 商人这么好的休息借口 你那个姨父啊 她是要在家里头放炮着的 那怎么会以丈夫的身份 去牵个鸭 送她进内狱啊 你要知道 真进去了 她可就休不了气了 你自己闹着 姨父房内有围殉金的小娘 颇有手腕 不但有儿有女 且宠爱十数年不衰 正头大方的问题 关一个小妾什么事 爹爹此言诧异 不论这姨母是被休 还是仇死了 姨父正房无人 必然要续闲 若娶我回味年轻貌美的 您说这金小娘 该如何自处 这位小娘她最想看到的 是你姨母这个正房娘子 名存实亡 这样即可免了新娘子进门 她又能在内宅当家 子民受贿 是啊 赠姨母进内狱 又用不着敲锣打鼓的通报 只说去庄子养病去了 可保三家严命 这不可能 姨父不会肯听一个小妾的话 这金小娘不光有枕头疯 她还有仇恨 她只有一个女 还被康义妈送到康老王爷身边 做妾室去吗 真的 是啊 要不说这康姨母自作孽 如今强倒自然众人推 这老公爷都七十岁的人 来 爹爹 您和这姨父说 若是王家执意要保住这姨母 而爹已经体恤岳母年老 就快要被说服了 我 我若是被说服了 那此事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她就休不了息了 我若是为了自己 要么就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姨母 孙孙然回去 要么 就是签字画鸭 送恶夫进内狱 您说姨父会选什么呢 那还用说 你怎么算得这么近 我这么闹 我也不是为了自己 也不光是为了祖母 还是为了咱们圣家呀 好 你说喂就喂吧 这件事 此时发作 理在我们 不过以后再说 说不定 父亲 您会背个 戴曼嫡母 忘恩负义的名声 亏得此时闹开来 不然 在祖母百年之后 别家俩得说事 咱们就算不死 也惹一声声 别家 那别家知道什么呀 别家现在不知道 那日后呢 若是和盛家有仇的人呢 花红越好时 自是无人提起 可万一 哪天盛家也有了关口呢 这么好的一个把柄 为什么不在最紧要关头的时候 插上一刀 你怎么知道康家这么多事 我还知道很多事呢 我最近呢 一直在想一件事 我这个乖巧的女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喊打喊杀的连眼都不眨一眨 我方才突然想明白了 我方才突然想明白了 你不是变成这样 你一直都是这样 对呀 你装得真的是很好 父亲 我从来没有因为你的博代而怨恨 也从来没有因为你的冷漠而生疏 我觉得女儿做到这份上 你也该满意了 鉴于你的放纵 我的亲生小娘才被人害死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 对我好的 我始终牢牢记得 就算豁出去性命 我也会报答人家 可父亲 你还记得我小娘吗 她如果活到现在 该有多大年纪 她的生辰是什么时候 她的生辰是什么时候 她喜欢什么颜色 喜欢吃什么 我那时候很忙 我忙得很 可是我记得 我不光记得她的 我还记得父亲你 我远远比你自己还要明白你 我明白你看中这家族的兴衰 我明白你不在乎宅里内斗 我明白你的才华和能力 虚伪和冷漠 我更明白你手术两端 左右摇摆 只有最核心的利益 才能打动你 父亲 咱们这一家人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 把日子过下去 算了 隔壁追问这么多呢 我说了 我怎么不会 我这样子 我没想到 也不不不 你怎么不想到 你怎么这么说 你怎么这么说 我怎么不得 我怎么这么说 我怎么不得 那康王氏放在家里养伤 终究是个累赘 许严加看守 万不可懈怠 照我说 还是早早地送去了内狱为好 不 他如今有伤 送去内狱非死不可 那王家和我们可就接仇了 六丫头 六丫头 你累了吧 累了就回去歇着吧 别强撑着 那对你身子骨不好 苏母 你又没有见过咱们汴京城里的航手 没有 没事 没事 好 你官人和你二哥哥 不予在家再住了 宫氏未清 又无宣帐 他们私自回京 又带着一对人猛 谁参奏上去 都是大事 对对对 宗主说的事都 事都已经了结了 这个父亲已经拿到了康家的文书 二哥哥也拿到了王家的文书 那今晚丑事就让他们走 不要丑事 业太深 街上行人聊计 他们一行七八个人 且都是壮汉 城门上 你计划认不出来 也会有梦想 是 宗明说的没错 嗯 那让他们天擦黑了就走 反正出城的人那么多呢 走 走 走 随吧 我越想越觉得适合 是不是你跟我娘子听卫航手的 这么多年了 我跟卫航手的关系清清白白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跟他听卫航手干什么呀 弄弄我们家鸡飞狗跳的 你不就想让他召集你吗 这下不就行了 他定要四处打平卫航手 不正如你约 驾 驾 盛长白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呀 你妹妹跟我闹起来 我饶不了你 驾 驾 听说卫航手小令写得好 词也唱得好 武陵春艺许名动金城 自己还会写词儿了 真的 都说他品性闲静洞悉人心 无论谁有什么烦心事啊 去了他那儿都能安定不少呢 你怎么知道的 我白日去外头 我向师妹打听的呀 你跟师妹说 那不等于侯爷就知道了吗 侯爷终究会知道的呀 顾侯和上大人一行都已离京 想是依旧去了南边 拂邪还望了 这事还没完呢 拆事还没完呢 他们倒是来得快去的也快 不但吴兆回京还带了一对人吗 是一对吧 是 一行七八个都是金干壮士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请这无法尔天 真得是 我 我 在这乎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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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悦的疯子呀 整着猪狗一样的骂得不轻 害得我们呀 辛辛苦苦的送饭 连我都一起骂 真是作賤呀 要不你老精快 那醋合这活我去干 行行行 你去干 你去干 可是有得起來 麻煩 Perhaps 对不起 来 那车 你 你们竟敢用这种 忠告不识的东西 来给我吃 您要再打翻这时和 今日没东西吃 明日没有 后日更没有 大娘子 自己边娘这儿办吧 我爹是三朝元老 佩想太妙 你们竟敢这么糟蹟我 你竟然吃这些东西 我看你这腿上也好得差不多了 过两天就要去内狱 到时候连着百米都见不成 只配吃糠 备吃糠 最厉害的 不知道 这四五了 夺的 我罗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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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 老家 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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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费 我绝对不会去那狱的 盛明兰 你是个小贱人 我爹是三朝元老 黑翔太妙 我绝对不会去的 杭姨瞒的剑 胆敢毒害祖母 仙刀半剐都不为过 就是咱们几个 怎么都不知道呀 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是父亲和二哥哥 一手做主的 能瞒的都瞒了 三哥哥院里头 老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是吧 这我们也是母亲 让刘妈妈来找我们 才知道的 康姨妈这个毒妇 我现在恨不得 打她一顿才好呢 喊男喊杀的 你还大着肚子呢 我瞧着 可能这两日也就快要生了 刘妹妹 你说母亲这个事 是不是罚得太重了些呀 我这都要生了 她若不在 我还真有些害怕 能不能让母亲 晚些日子再回悠阳啊 吴姐姐你应该去跟二哥哥说呀 大娘子这事 是她一手定下的 连父亲都没敢多说一句 那不如 你去帮我跟二哥哥说吧 你一向是家里最小的 二哥哥也最疼你 二郎与侯爷交好 二郎与侯爷交好 我好连她的情面也拨了吧 说得也有道理 要不还是先去问问祖母吧 要不还是先去问问祖母吧 毕竟被毒害的也是她 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也是她 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也是她 两位姐姐去问问祖母 看看她老人家 究竟想不想见见大娘子 不提这些闲事了 我瞧着你们俩这肚子都大了 瞧着 算是日子 如来还能生在你前头呢 听说吴姐夫亲自去问 本婆的事了 吴姐姐这日子过得实在是不错呀 她不成 也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只要我那婆婆不整日百谱 叫我到太阳底下去占规矩 其他的都还好说 都说婆媳事 可归根结底 都是夫妇事 只要吴姐夫心里明镜似的 那姐姐也不会这么遭罪啊 谁说不是呢 还好你没有亲婆婆的事 不过我瞧着 这侯爷不在府里 你还是多当心些 她这话说得可对 今日发家丹菊的事 你就该早点告诉我 让我来替你操办 你还亲自操劳 上边骑对孩子可不好 多谢姐姐关照 其实这都是早半年 就谋划好了的 不妨事 丹菊是我心夫人 也必定是要从侯府嫁出去的 如今我还能亲自操持 这也是主顾的一场缘分吧 不妨事 大娘子 只身差不多了 单局说要拜别大娘子 真是生气 对 这里面是问题 府里面都办妥了 以后你就拖了见解 是平头的良民吧 那好好的 也不空啊 打洗的日子 妆都恐怕了 谢谢 记得那时候吗 姑娘你最爱吃玫瑰酥饼 还总按 坐在廊前的 子蓝上看着你 是啊 还连夜 男随部给我做了个不兜子 系在栏杆上 怕我跳下去 可是那个兜子坐得不牢 裂开了 害姑娘也摔了一大脚 后来 王妈妈就说我 在姑娘坐得不稳当的时候 不但不劝着 还竟出搜主意 你说要罚我 我骨头摔疼了 躺在床上躺了三天 你就在床边哭了三天 等我病好了 你倒是倒了 后来 姑娘就答应我 再也不掉栏杆了 你还让我拉钩做宝呢 姑娘 我是真舍不得你 你 你好好的 你 你以后还要生儿一女 和和美美的 那我给你磕头吧 快起来 快起来 好好的 好好的啊 别哭了 这种都哭花了 你看看 去吧 来 请教 是 既然你这么不舍得 为何我不把他留下来 找一个 有出息的管家嫁了也好 他和小桃 都是从小跟着我的 只要他能嫁得好好的 我也就安心了 你 价格有出息的管家 也是恩典啊 没什么不好的 你素质里对他们那么好 他看见你如此难受 应该自请留下来才是你 你行 你行吧 他不知道你别胡说 他虽是胡说 但也是为你着想 你身边女士这么多 倘若每个都出嫁 你都这么操持一番 那么哪吃得消啊 也就是他跟小草吧 听说前日里大姑娘和五姑娘 都在顾家待到了黄昏才行 就为了送一个下人出嫁 一个下人出门 一个侯爵夫人 两个贵卷去送嫁 一个人出门 说出来你信吗 趁努必可想不出位置 家里风里雨里的 公家都知道 担满我一个 乔哲是不把我当盛家的女儿了 嫂嫂 那梁家也是个是非窝 贵卷 对 不定命中无子啊 我也就认命了 听说梁家六哥 一贯是对四妹妹最好 妹妹这么说 可真羞她的脸吗 嫂子还是你命好 遇到我们二哥哥 这么德才兼备 我那边的苦 说都说不出口 你我都是妇人 我都哭出你明白的 妹妹也不必过分着急 不管哪个妾室生了孩子 也都是你一下的呀 可能 可能是我们父父子女原浅吧 这些年妾室通房的 竟一个都没留下 前两年好容易有了一个 也没养活 我家官人啊 到现在想起来 都长须短谈着 嫂子 你就可怜可怜我 让我见不不理你了 都是自家人 说什么可怜不可怜的 可惜祖母日里头病了 不知要休养到几时呢 便没得耽误了 四妹妹的事了 还是让梁家顾业下帖子 请大内的孕医来瞧瞧吧 祖母病了 这是怎么了 我更应该去瞧瞧你 不妨事 年纪大了 五股杂粮 哪有不病的 歇息歇息就好了 四妹妹 天色有些晚了 你见你兄弟就回吧 走 这转也要得好 妹妹你嫁进梁家之后 这风雅之势 倒是日渐清静了 自打我嫁进梁家 竟好似不是 善家女儿一般 家中事情一概不值 就连祖母病了 都没能再跟前镜像 哥哥 祖母究竟是为什么病了呀 爹爹的请假文书里 不都已经禀报官家了吗 怎么你在梁家没有听到 说是家中有小贼盗窃 惊吓了祖母 你质疑病不起 可我不信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 若真是祖母病了 王若福怎么会回又养老家 你都不疑心些什么吗 你都不疑心些什么吗 哥哥 自打小娘去世以后 这世上就剩你我二人 是骨肉血清 你究竟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也不止救我一个人 这不还有这孩子呢吗 这是我第一生女儿 也就是你侄女 咱们还是热热囊囊一家人 行了 咱们那勇裕侯府独女的祖母 什么场面没见过 能被一个家中盗窃的小贼惊着了 你若信了这话 便是真傻了 我看啊 也不用考什么科举不科举的了 妹妹啊 咱们这样的人家 知道那么多有什么好 你要是喜欢 就经常过来看看你的纸 咱们也算是韩剧的 我瞧着你 就是被你屋里那一个丑媳妇 搅得心肝啊脑人都没了 你想想你以前 跟那些达官归人公仇交错 我何等风光啊 如今骗窝囊在家里 才得一个橘子 我和小娘都是何等要强的人 怎么有你这么一个窝囊哥哥 还生得这么一个丫头骗子 也不知道你得一些什么 有了这个孩子我就都满意了 可我瞧妹妹你 就算是做到了伯爵娘子 也高兴不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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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感谢观看